与艺术相遇,光逢此专,让我的生活更美 正规矩砖,正规矩砖 不通好砖砖,正规矩砖 我是卢超,美沙方,我是私地罗兰 私地罗兰,舒适非凡 行李高端全程掉底,小房子太少掉底,就用行李掉底 有地热,用鲜河 鲜河实物地热地板发明者 鲜河,木析,建筑视频系统 这样是聚集的消息出现 紧急紧着压力,持续使用 好事 李立布里子瓷砖,注尽生命家 释放生命的活力 温暖的鲜河,鲜河的鲜河 中国进食,鲜河鲜鲜酒味道 不想百味而生 更适合中国宝宝取出的奶粉 选飞色 飞色奶粉 2017年高端销售 增长超过百分之二百 品贴金奖 荣誉入选国家品牌计划 飞色奶粉 更适合中国宝宝取出的奶粉 选飞色奶粉 四层黄绿青蓝组 眼看着珍惜道 眼看着一夜修风 就是我觉得这个以前 过程车车可能在南亭上 颜色不太好 现在可能只剩下一些 考虑企业 押金难退 单车焚场 乱象重生 慌慌确张的素遗症 已经显现 好了个黄车 红车 黄车都有 反正穿天都拉过来 因为有不得了 他们说几毛分 几万部了 从千辆订单到产能过剩 传统的自行车厂商 比货宏力又高于严重 我里面有 我里面就在那上干活的 对 就通通过去了 跑马圈地 资本财宽 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 能否破绝 中国创业就是这样 一上来一堆商丝 先买一些实力差的梗子 开盘要领 开盘 加注高潮 清场 共享单车 路在何方 中国医生 推出特别策划 共享单车下半场 这场黄绿青男子 从2016年开始 共享单车 突然席卷了 全国的大树保试 日本的纷纷加注 企业的迅速投放 共享单车队伍的发展 重大 令人不提防 然而共享单车 从面试之初 就饱受诟病 近半年 包括悟空 丁丁 小蓝 酷奇 小名 在内的被称为 二三批队的 共享单车企业 已经陆续倒闭 过山车市的 大起大落 聚集了 赎本市场 研究者的惊恶 也给我们 流向了 沉重的讨论 在经历 开盘 加注高潮之后 共享单车行业的 路在何方 这创新形式 惊得起市场和消费者 以及时间的考验吗 一年多来 中国之声 一直持续 关注共享单车的发展 先后推出了 特别策划 我们骑车版 共享单车 能骑多人 今天提 我们将再次聚焦 共享单车 推出特别策划 共享单车下半场 今天请听第一篇 谁来清理 共享单车 本场 才对央管闭者 周一番 上海浦东 方法路 与方法路的交叉路口 一个近八万平米的区域 被分割成 ABCD四个区 后见的居民说 每天都有卡车 源源不断地 送来共享单车 北京海淀区 上帝联想大厦 对面的一处工地上 模板 小蓝单车等 各个单车 叠在一起 列成了一个 长宽一百多米的 巨大方阵 多数车子 车身和二维满 没有明显走坏 交通运输部 科学研究院副主任 研究员吴宏祥说 共享单车被控 主要有两个原因 现在有些存在 他说 数字 头上 已经有十几个省势了 就数字 新增测量 那他一旦发现 有一些车量 新增量 他就把它收 就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呢 他就觉得 那些人乱进量 但已经在冒 今年 然后把它收拾 单车大量堆积 在河北 南京 厦门等多个城市 也已出放 交通城市管理部门 只能临时 开辟存放场地 少则几千辆 多则以万辆计算的 单车堆积成山 被称为 共享单车坟场 上海市城管系统 因为不用通过姓名的官员 告诉记者 目前上海市游客区政府 负责共享单车的管理 一般来说 由交换和城管 过去配合 在委托专业队 代为清理 现在很多啊 就这个地方 停下来 然后停到马路上面 或停到 我们现在就马上走了 走走 有一会儿就跌点了 我们就跌点 那我现在 我们唯一的处理办法 就是我们只能把马路上 先停到场地里面 然后再怎么处理一切 三约胡门 显示大方 厦门也是如此 数据显示 请在上个月 厦门市城管就清理 各类共享单车 超过十万辆 接近企业 在当地投放单车 总量的三分之一 厦门市城管局 一位官员说 都不能共同 厦门 全部都能先投 但比较分量的情况 都能提到 相关的及格的 共同一 在投放单车 我们是 在投放单车 应该成功的